欢迎收看了解与互信 两岸一定旺 美国总统川普商人一百天 抗议遍地开花 还不只是美国人抗议 南韩人也在抗议 因为搞了半天 美国坚持非装不可的萨德系统 竟然要钱 南韩冒着得罪大陆的风险 蒙受了巨大的商业损失 还免费提供了 萨德的场地跟设施 但是没想到 这个川普老大毫不感激 一开口就是美金十亿元 那么之前说好的免费 这个天下哪有这个道理 货送到了你才来谈价钱 那么蛮南韩民众要问了 可以退货吗 可不可以请川普老大 打包带走呢 商人本色的川普 用军售来赚钱 这个台湾似乎也成为了金主之一 国防部的数字 去年美国访台 这军事交流的案子超过了140件 人数超过千人 而小英在接受路透专访的时候 也表示希望再和川普通电话 虽然川普打点拒绝 不过小英还是说 要买F35战机 而大陆国防部撂下了狠话 说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向台湾来进行军售 如果台湾真的成功买下了 一亿美金的F35战机 这个史上最昂贵的武器 210架会不会只是国防预算上的空耗资源 甚至会再度陷入两岸军事对峙的僵局 讨论前先来看短画面 重达2750公斤的汉马车 由C13栋运输机投下 三顶投伞拉着汉马车 从1100英尺高空落下 这一刻大家摒弃凌晨 2分钟过后 空中闪兵主力部队跳出 落地一刹那 周边宛如小地震震了一下 汉瓜演习首次空投汉马 完美落地 大概飞机会从下令开始到 车辆拨出 然后闪张开大概需要6秒钟的时间 那闪去在空中张闪时间 大概也需要7秒 车辆最重要的状况就是 必须要保持碎 这是国军版的玩命关头 只是人绝对不可能坐在上头 事前准备更是马虎不得 用力往前推 靠着运输机上的滑轮 几位特战弟兄就能把车推到定点 要能确保车能顺利滑出机舱 来回通动测试是必须的 汉马车底座的部分 我们会实施大概9成的风潮值 来实施检震 空投一辆汉马车 从高空到地面只有一分多钟 但从配重 捆绑到防震 最后才能推进运输机里 任何一点小细节都不能闪失 才能完美落地 好 看完最值的报道 我们继续来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两岸来宾 在北京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全国台研会的副秘书长严俊 严秘书长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北现场邀请到的有 前国民党立委帅华明 大家好 前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主持人好 大家晚安 前海军上校黄真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新党新四位主任侯汉庭 主持人好 各位好 好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 这个小英商人之后 亲美亲日要抗中 那么亲美到底有多亲呢 那么最近国防部给了大家 一连串的数字 从数据告诉大家确实很亲 对 虽然川普拒绝要跟蔡英文通电话 但是蔡政府似乎还要继续争面子吗 国防部有没有来个神救援呢 告诉大家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川普不接电话 我们台美关系就很糟了 没有 因为在军事上双方的交流 还是日益密切的 我们来看到就是在国防部最新的报告 4月29号当中指出 2016年美国的军事访问台湾 有140多万 有1000多位美国人来到台湾 而台湾的赴美有1170多万 900多个人次前往交流 可见双方军事人员的交流 是互相密切的 好 那么再来看到 台湾每年所花费的军购 平均费用是25.1亿美元 而且是逐年增加 从陈水扁执政以来越来越多 好 那么再来看到 双方的军事交流哪一些呢 过去以来美方单纯要求台湾 增加军购去花钱买东西 但是到近年以来呢 尤其是日前 因为马尔政府时期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对美国也逐渐累积了一定的互信 所以双方的交流 逐渐从单纯的军事采购 进一步到了软体 也就是人员上面的交流 以及情报上的交流 顺便来看到 全方位的军事交流 包含了部队层级的官兵交流 观摩演训 防卫战力的评估 还有台美全方面的对话机制 战略的沟通 军事上的合作呢 则是派遣高阶的军事将领 还有国防角色的官员呢 都能够来到台湾 这也是日前欧巴马 所最后在任内 所签订的一个法案 协助检讨建军规划 跟战力建制等优先顺序 以及积极地来参与 区域上的事务 这都是台湾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跟很多的钱所能够换到的成果 好啦 那么这些事情 其实要做什么准备呢 就是从今天 昨天5月1号开始 台湾其实就已经展开了 汉光33号的演习 那么这一次跟过去的汉光演习 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过去的汉光演习 往往是比较低调的 大家也搞不太清楚在干嘛 就觉得好像防空演习 很麻烦不想上街 但是今年的汉光演习 非常的高调 就是告诉大家 老子有这么多的武器 就是秀出来给大家看啦 我们的演习 最主要要取到一个威吓的作用 告诉世界各国 我们武器很多 你千万不要来打我 否则由你走得瞧的 而今年蔡英文政府 所推动的汉光演习 是要预计在2025年 万一大陆解放军打过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战力 去做一些推演 所以包含的是 电脑的冰棋推演 以及实地的训练 冰棋推演呢 5月1号开始 就已经在国防部正式开展了 好 首先我们看到 战力的演训 正常化 包含的是在陆军的方面 有星殿暗坑 爱国者三行 地对空的拦截飞弹 都已经待命戒备了 好 以及陆军主力战车 M60A3的云豹甲车 也都已经恢复白天草原 这已经是台湾目前 是非常高级的军事武器了 那么再看到 就连精锐的武器都要进出啦 好 所以我们要秀战力 就5月底澎湖的士兵演练 模拟当时的解放军 会从陆海空三军来攻打台湾 而台湾一样是陆海空 陆海空三军要来积极的反制 好 我们看到制空方面 我们出动F16的IDF的战机 以及这一次是首次参与的 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 鸵江舰 在这次出来了 因为这是它最新完成的 是否能够达到 它先前所宣传的 叫做逆踪 快速火力强呢 好 就等着看演习的效果 以及在陆军方面 反登陆作战 以及博地攻击 以及坐摊线火箭 AH6C以及阿帕七这些 通通都已经出炉了 而这一次所有的演习呢 当然我们要先向 所有参与演习的国君弟兄 致上最高的敬意 但是这一次演习下去呢 我们要讲说 政府一口气 就花掉了几十亿的台币 光这次演习 几十亿的台币 啪啦 就没有了 那么在现在号称是财政困窘 劳工昨天都上街头了 现在花这些钱 真的是值得的吗 好 永平你怎么看 刚才就汉婷跟我们解释 我们看到这个讯息很多很复杂 但是我们当然有看几个 第一个 看它的这个时机 那么第二个 看它的这个动机 第一个我们看到 这个汉光演习 那么这次呢 当然这个陆海空都出动了 同时还有特别这个 反登陆作战 它的规模是大的 另外在这个时候呢 国防部要特别强调地 明白地告诉大家 举出了好多的数据 有时间啊 有人次啊 有几个案子啊等等 要告诉什么 告诉大家台美军事交流 有多么密切 那么这两个加在一起 在现在这个两岸关系 紧绷的此时 你觉得它意味着什么 你感受到什么样的气氛 这算是一种善意 或是和平的展现吗 我感觉啊 现在所有一切台湾的这种 让大家觉得 比较不寻常的讯息呢 全部都只是为了520呢 蔡英文那篇演说 还有这个事情在处理 最近不管是荒腔走板的 这个8800亿的前瞻计划 还是呢 之前蔡英文 接受路透社的访问呢 那么被大家所批评的 根本没有跟美国达成一个默契 就直接讲说 还希望跟川普再通一次电话 然后呢 遭到一个令国人 都感觉到蛮难堪的 一个被打脸的情况 到这次呢 大张旗鼓的来号召说 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的 惊人的演习 那么事实上呢 在现在整个这个东北亚的情势 正在紧张的时刻 我觉得台湾片面的释放这种讯息呢 我个人觉得增加了这个整个 东亚的情势的感觉的紧张度呢 其实殊数不至啦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呼吁 应该要想尽办法降低 整个这个东亚情势的紧张关系 那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北韩呢 已经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痛苦了 那难道台湾现在要给大家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马上做出对于北韩的一个这种联想吗 那我认为说台湾其实在国际社会 一直都是让大家觉得我们是纪理性 虽然呢 在这个国际空间里面 因为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呢 台湾没有办法享受到 非常完整的一个国际空间 可是我们整体在国际方面呢 都是很积极的参与 各种的公益活动 各种的这个能够去贡献的呢 我们其实台湾都并没有太落人厚 那在这样的一个形象里面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突然给外界觉得说 大陆都没有任何在军事上 太明显的这个挑衅的行为 可是台湾的一直好像要升高这个态势呢 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国际氛围来讲 尤其大家对于整个北韩跟美国 南韩 日本 还有中国大陆在这个其中斡旋的 这个关系里面呢 已经感到很不安呢 我觉得这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好 少委员你怎么看 我们看到这个国防部大费周章 公布了这么多的讯息 那么外交部也立刻补上一句 那么台美关系呢 现在要进行一个是升级版 这么多的讯息是要告诉大家 小英政府跟美国特别好 在过去呢 我们看到这个马政府时代没有吗 其实这个好啊 看你是骨子里的好呢 还是表面上的一个好 今天说外交部也好 国防部表出来 只是在加强蔡英文 给人家一个印象 我们跟美国关系有多好 那么不断地采购军购 然后跟他打电话 川普是一个商人 注重美国的金钱收益 所以将来我们可以 拉到美日来抗中 这就是他 今天国防部搞这个演习也好 这个总统府里面 放出来的信息也好 其实这个是蛮危险的一个讯号 今天如果台湾2300万同胞还在迷信 说美国日本可以担负起台湾的安全 这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跟迷思吧 美国大部分的智库跟他的政策决策人 认为高科技的武器卖给台湾 对美国来讲是个危险 因为他认为两岸统一以后 那你像F-35逆中战机 这种高级的飞弹 那种科技就转移到中国大陆去了 这是他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讲军购绝对不能担保台湾的安全 我在2001年 我在智库写一篇文章去讲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2005年 两岸的军力失衡 到了2015年 现在已经是严重的失衡 换句话说你靠国防单一的力量 去确保台湾国防安全的话 是做不到的 你必须在政治上 经济上 心理上 全方位的跟两岸关系搞好 你才有办法确保台湾安全 你要买军购 那讲难听一点 是凯子军购了 买来的 买来的是一个科技含量不高的 买来的可能是半套 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先追问一下 这个黄上校 我们看到通常双方的军事交流 是灭而不宣的嘛 特别是在去年底 我们看到美国欧巴马签署了一个 2017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 他把这个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 正式入法 那么当时大陆的反应是蛮强烈的 但这一次我们的国防部呢 又要告诉大家 什么交流现在一年 有一千多人次啊等等 零零总总 这数字意味着什么 确实是一个密切交流 这样的一个概念嘛 它的动机 它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和平的展现嘛 其实中美台美交流 一直都其实在进行的 我举个例子 美军所有的人来 基本上是我们付费 我们邀请他 他来是包吃包住 还可以去参观一些 我们的军事设施 摸摸我们的底 对他们而言是非常乐于来的 只要我们愿意付钱 他们就愿意来 至于我们的去 这么几十年来 一直在做我们的人去交流 好比说有一年 我们成功舰要接舰 我们船上的战斗系统的人 就到纽约去受训 这就是所谓交流里面的 好比说去年 我们可能接了两艘 叛里极舰 就有将近四百人去了 那在几年前 既得极舰三艘 可能一千人在那里 这些都是属于他们 说的数字中的一个 我想这个时候说出来 的确是让人觉得说 你看其实我们跟美国 是很好的 但这些是一直在进行的 我们以前不会去说而已 就好像这些所有的这些 在街上跑的战车 以前也在做 这些演习哪一年没有呢 但是以前不会像 大白天走出来 证明说你看我们多么的厉害 这是最近我觉得 好像说我们要不断的 去展示我们的肌肉 代表说我们有这个实力 那至于在台美 或是中美的这个关系 我一直感觉它有个基本盘 请大家去想一个 这个基本盘是什么 其实谁讲一句什么话 打个电话 那都是小花小草 这些小花小草 能不能长出大树 看后面的后续发展 但是那个基本盘是什么 你注意 川普是一个商人 川普是一个 以美国为优先的一个领导者 那谁能够给他更大的力 他就会照顾谁 接着你再去想 是大陆能够给美国更大的力 还是台湾能够给美国更大的力 你就知道未来中日 对不起 中美或是台美的关系 谁会取得优先 想要叫台湾优先 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好 在这里我们想请教一下 在北京现场的这个严秘书长 刚刚我们电视场当中 公布了很多的讯息 包括这个台湾国防部门所讲的 这个台美的军事呢 是密接交了台湾的外交部所说的 台美的关系呢 现在2.0的一个升级版 还有我们的汉光演习 你从北京角度来看怎么样解读 这个现在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蔡英文当局呢 有意提升美台的关系 特别是上一次 蔡英文跟川普通话以后 可能觉得说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 是一个胜利的一个标志 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 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罗素 他也马上说了 说这次通话 他并不代表 美国有意偏离原来的一中政策 那这一次 蔡英文接受路透社的这个专访呢 又提到了这个想跟川普再通话 但是川普这一世是明白地拒绝 按台湾的话讲 这叫打脸 就是说非常没有面子 而蔡英文不久前呢 就在3月份 他还说要做一种升级版的 美台关系呢 还说一种升级版的这个策略关系 这里头就包括 所谓的安全防卫方面的 所以我想他这一次比较高调的 做有关于军构的这么一些设想 还有在一些军事演习方面呢 都是想给自己打气 说美台关系事实上呢 并没有倒退 而且公布了很多人员交往的 这么一些的信息 他是想告诉说 台湾老百姓说你看 其实美台关系还是非常的稳固 而且美台军事关系 甚至还有更进一步密切的 这么一个迹象 我想他主要还是想给自己打气 但是这样的举动呢 我觉得是对整个东亚的这个气氛是不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个还是中国大陆非常注重和平发展 我觉得呢 在中国大陆这么有善意的这个 这么一种就是姿态下呢 台湾方面做提高军事对抗的这么一种姿态呢 是事实上是不利于和平发展的这么一个气氛 是我们照着这个逻辑呢 往下推 那么按理来说呢 现在我们看到台美军事交流密切啊 外交关系又要这个升级2.0版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很多我们的想法应该可以实现 但是之前呢 这个蔡英文第二通想打给川普的电话呢 这个川普不愿意接 那么另外呢 蔡英文想要的WHA的邀请函 也要不到 那么蔡英文说他想买的F35呢 川普也说要再想一想 这怎么回事 对 我们发现不论是在军事上的演习 或者是增添军购 其实都增加的是两岸关系的紧张 在目前整个国际局势下 这真的是对台湾最好的选择吗 好 我们看到之前国防部首先公告了 他说台湾对美呢 目前有九大军购案是正在执行当中 那这到底是国防部善尽过去以来的责任 或者是以武来据大陆统一的一个表现呢 好 我们来看到到底有哪九大军购案 首先是在海军的部分 派礼籍的巡防建认过去来一直都有了 记不记得曾经马英九说 要命名为冯甲号跟冥传号 但当时民进党的立委就说 他这个名字太中国了 所以不要啊 有起过一些争执 但刘冥传跟邱冯甲 本来就都是在台湾这边当过关 如果这样的人太中国 也只能证明在历史上 台湾跟大陆确实是难以分割的 而再来AAV7的两栖突击车 其实它这是从海里面 可以直接开到陆地上的 所以也非常适合陆战队来使用 而方正快炮呢 它这个基本上是属于防卫型的 属于短程型的这个飞弹 而且一秒可以连发射75发 非常的厉害 好 至于在陆军的方面呢 第一个是AH-61攻击直升机 其实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阿帕器啦 好 那再来我们看到 UH-60N的通用直升机 为什么叫通用 就是如果它放的是货物 它都可以成为货机 如果放的是反潜装置 它都可以成为反潜机 如果放的是电战装置 它都可以成为电战机 好 再来看到爱国者导弹系统 因为过去来台湾本来已经有了 这一次是要做一个系统性的性能提升 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最著名的 就是在当时的波斯湾战争当中 成功拦截伊拉克的飞毛腿飞弹 所以非常的著名 好 再来看到空军的部分 F-16AB的战机性能提升 因为目前台湾也已经服役了十几年了 这一次除了基本的性能提升之外 还要增加反辐射飞弹 以及对地联合的导弹设计 以及再来我们看到P-3C的反潜机 这个其实它可以在空中当中 直接的去侦察 就是海里面当中 是否有所有的这些机舰 然后以此直接在空中来进行攻击 飞弹的部分 可惜是短程的防空导弹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阿兵哥都非常的辛苦 不论你是海军 陆军 甚至是海陆战队的 通通都是要扛在身上 然后跑跑跑跑跑 然后扛在身上 让它去发射的 好 那么我们要跟大家来诚心 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说 这一年蔡英文执政之后 才开始要去购买的 因为所有购买的过程 是一个很漫长要去沟通 要去跟美国讨价还价 而且美国后续真正接单了 它还要再去制造生产 最后再给我们 而且速度都没那么快 这些东西都其实是在当时 扁政府或马政府时期都已经通过 陆续在执行当中的案件 好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 额外再去多购买F35啦 或是要多购买一个前线 那才是一个比较大的花费 这些算是过去来日常型的这个花费 那为什么会讲说 额外再多花是不必要的呢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 去购买F35战机的话 可能到时候交件都已经是五六年后啦 那大陆三年就可以造一个航空母舰 真的还有必要 应付于当时的一个状况吗 搞不好到2025年两岸的关系 又都不一样了呢 好 顺便来看到国防部的一些说法 他说我们要推动台美的军事交流 我们为什么要去买呢 就是买一些自己制造不了的先进武器 参与区域合作 好 实际参与区域的人道救援 跟灾害防救演习 拓展战略对话及安全合作的机会 他不知道有没有觉得 看到这句话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呢 美国的问题也是 他不可能牺牲南韩人嘛 因为现在南韩的反弹 已经越来越大了 那台湾人可以牺牲吗 那两岸可以打吗 我们台湾最应该跟谁进行战略对话 跟最应该跟谁有安全合作 不就是大陆吗 结果你搞这些东西去跟美国买军购 恰好就是让大陆觉得 你完全没有跟大陆搞安全跟搞对话 好 所以难怪大陆就生气了 大陆国防部发言人杨雨军就讲说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 这种以武力抗拒统一的企图 是没有任何出入的 话说得很狠 但是这边呢 我们也要跟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说一下 这光讲这个话没有用嘛 你会让台湾很多独派就是说 你也只是讲讲而已 大陆如果真的有决心的话 你看台美关系法就摆在那边 所以美国自然可以跟台湾来出售武器 那台湾也愿意花这些钱 应该跟着一下 台湾的领导人也很愿意花这些钱 去买这些面子 虽然台湾人民不见得很愿意 那你大陆有没有可能也去搞一个 中国跟德州关系法 就出售军购给德州呢 好 那当然这些都只是说说而已 我们要真正告诉大家 台湾一年所有的税入 以2017年来算 我们总共是一兆八千多亿元 但是所有的在国防上面的费用 就花了将近三千四百多亿元 其实算是相当多的 而国防部长冯世欢 甚至希望说要增加到四千多亿元 而美国参议员凯恩 在去年六月的时候来到台湾访问 他就直接说了 我觉得你们台湾买这些东西都太少了 军事费用花太少 应该直接花GDP3% 一个老外可以移植气使来到台湾 下令台湾应该要多花钱 这其实才是台湾人最没有尊严的地方 应该仔细思考 军购向来是一个不透明的黑洞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张电视墙里面 透露很多讯息 有两个 我们新闻学校有所谓的五个W 这个是What 我们要买什么 这个是Why 我们为什么要买 所以我们先来看 买啥 为什么要买 买得对不对 我们先来请这个少委员告诉我们 这些东西都很厉害吗 台湾迫切需要吗 第一个 派里吉是美国已经淘汰 当沦为靶子的靶件 所以这派里吉是 讲起来我们还算是好的船 可是这个船已经非常 一个老旧的 第二个 F-16AB是美国生产线 已经停止制造生产的 飞机的生产线 换句话说 将来你的零副料件 你都得不到来源 所以就跟我们当年买F-104 用到最后的时候 两架平一架 三架平一架的一个下场 所以你要卖 真的老美要帮助台湾的话 那个时候就应该买F-16CD 我七八年前 我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一再争取 也告诉我们的国防部 不要买AB 因为AB完了 用不了十年二十年 十年以后 你根本就买不到零件 所以今天给你性能提升 只是在雷达上面给你做一下 P-3C的反潜机 各位不要被这个名字给悬货 它反潜艇的功能不脏 P-3C最主要的是情报收集机 它飞机上 差不多有26台监听的电脑 那么监听到的情报 不见得台湾能用了 它有时候还要 送到美国去解密 它高兴给你多少 就给你多少 就跟我们上次花了很大价钱 买的那个超远距离的雷达 在新竹那个柴山上 所以一样的道理 这个在下面看 Apache 64是所有这八项军购里面 最现代的一个武装直升机 那这个直升机最大的功能 是在内陆反坦克车作战用的 是非常有效的 在波湾战争里面 已经证明它一架飞机出来打一次 可以干掉15辆战车 可是台湾一直把它用错的地方 用到哪里 反登陆 放到海边去打 这种飞机在海边上 很容易被人家的防空快炮干掉 所以买来的运用上面也有问题 下面讲这个 我再讲一下交流的定义 今天讲起来号称千人的交流 那是买船买飞机去接舰 接船接受那边训练的人员 真正交流的时候 我在多少年以前就希望 我们能够交流是什么 参加你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演习 因为台湾70年没有打仗了 你至少要看一看 现代化的战争的军事演习是什么 到现在为止美军没有答应 他可以跟菲律宾搞军演 他可以跟日本搞军演 跟南韩搞军演 到现在为止 就没有跟台湾搞过一次军演 所以我们的汉光演习 就是这个近亲繁殖 一直在秀那几样老东西 搞火力展示 跨不出现代化的一步 所以讲交流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换句话说 所有这些东西 今天秀出来看的 只是制造台湾一个image 一个印象 我跟美国有多好 美国有多密切 美国 我告诉你F35 美国自己生产线的 供应美军的需求都不够了 何况我们的采购优先 在英国 在北约 在阿拉伯国家之后 所以你十年 二十年你不见得拿得到 是 但是永平 我们看到这个国防部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呢 这个旅游洋洒洒一大堆 有这个参与区域事务 恶阻恐怖活动 加强人道救援 这些都是国防部要买军购的理由 那你告诉我一个理由 你什么时候参加过人道援助 是啊 用天 你拿这些武器 什么时候拿去反恐过 是啊 其实帅将军讲的非常的有道理 作文比赛谁都会写 对不对 写的白纸黑字新闻稿 写的好像尚有介事 可是你实情是什么呢 我其实听完了 帅将军刚才讲解 他有参与过程 跟这些武器的实情 我心里只有个感觉 就是说我们台湾真的就是 被当成铠子耍嘛 那我们付了那么多钱 结果我们付了那么多钱 那些钱是排挤掉什么呢 大家知道吗 现在这几天闹的 把这个军公教退休人员 抹得黑黑黑 好像他把国家怎么样吃垮了 如何如何的 这些人你现在砍成像民进党这样子 弄得很多人痛苦 没办法养老 他一年省多少钱啊 惊人的数字 这个是官方自己统计的 一年只省新台币84亿 你84亿台币购买什么呢 购买你那个F35 当然现在还不晓得 人家要不要卖给你呢 购买2.5架飞机 那我们还说 我们要买个150架或210架 那84亿一年呢 要50年 现在年金这样大砍 要50年呢 才能够有4200亿 可是这个4200亿呢 我们现在用在这些 什么军售啊 买武器上啊什么的 我们一年就花光光 可是你花光的结果 你如果真的能够买到安全 那还罢了 买不到安全啊 也就是说两岸啊 现在不是只是军事失衡而已 是你不可能打仗 打仗不是选项啊 这就跟今天 为什么川普狠话讲一堆 然后马上现在又 180度大翻转 又去称赞那个北韩的那个金正恩说 他这个小子不错 我要跟他坐下来谈 他还说什么 One smart cookies 对不对 讲的现在美国人也全部又愣住了 这个家伙又变成一个可爱的小朋友 然后说 I'll be honored 我很荣幸可以跟他坐下来谈 美国为什么要大转弯 美国的问题也是 他不可能牺牲南韩人嘛 因为现在南韩的反弹已经越来越大了 那台湾人可以牺牲吗 那两岸可以打吗 大家光想到这一点就知道 这是一个绝对不可以的选项 那你今天去讲这些大话有用吗 赶快去解决两岸关系嘛 你两岸的问题赶快缓和 赶快重启对话机制 才是你蔡英文520的解答嘛 才是你的解法嘛 你现在跑去搞这些没有用的 然后让台湾的长照做不下去 让台湾的薪水不能加 让台湾的劳工 让台湾的军公教全部都受伤 所为何来呢 是 确实像永平讲的 我觉得当然打仗不是两岸的选项 但有一点让大家非常担心 我在这里想请教一下黄上校 我们看到一方面民进党政府 大砍军人的退休凤 二方面花大钱买军购 当然大陆讲的以武俱统 这四个字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严峻 其实军购是台湾这个行之有年 但是大家非常担心 长此以往下去 不断的这个加钱 会不会形成一个台湾财政上 没有办法负担的一个大洞 我一直 我最近非常弄不懂民进党政府 到底想把台湾带到哪里去 如果说你在外面一直挑衅 你想要去惹这个人那个 你就应该好好的善待军人 你知道吗 可是你对内流向着打压的军人 你期望将来这个战争 由谁来帮你打呢 你又花这么多的钱 再来讲到这些军售 我在想当国人了解军售的实情 可能都会非常的气愤 可是长久以来都是如此 我在五货时代过 海军总部五货时代过 我知道军售一些大约原则 美国基本上有几个东西 它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 如果是我现役的装备 我不会卖给别的国家 一定是我退役的 而且我退役的钱 好比说我们现在 美军用标准一型飞弹 它现在换成标二了 所以他决定把标一换给我们台湾 那他卖给台湾标一的钱 是多少钱 是他买一枚标二的钱 你听了都会非常气愤 对不对 可是一直都是如此 是 黄尚小 不要说台湾人民搞不清楚 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很气愤 或是很困惑的 就是这个南韩人 南韩人搞不清楚 美国到底要干嘛 是 没有错 因为说到卖武器 其实这个美国在南韩 也布置了这个萨德系统 除了这个北韩很火大 现在美国居然说 这个萨德系统 我要跟你收钱收十亿元 到底怎么一回事 在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 这个很火大的北韩 居然模拟了一段 攻击美国的画面 南韩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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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双方你来问问 这告诉我们一件 什么事情呢 很简单 告诉我们天下 没有白吃的午餐 天下也没有白装的萨德 说好的免费呢 川普现在要加收 萨德的保护费 南韩非常生气 但是人家日本 挺配合的 日本比较乖 好 在南韩的这个新州郡呢 目前美国的国防部官员 告诉大家 好像比大家的进度 想象的来得快 就是说这个萨德系统呢 已经有初步的拦截能力了 好 那么川普老大呢 我们看到他就告诉大家 在2016年7月21号 这话说得有够直白啊 所有需要美国保护的国家 都需要善尽其义务跟贡献 这句话呢 翻成一个白话文 就说 所有加入我这个帮派的人呢 你们都得付点保护费 要不然我干嘛要保护你呢 4月27号他又讲了 首尔需要为部署 有萨德付10亿美金 这奇怪了 这些不是讲好不要钱吗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南韩民众火了 这个拿着牌子上面写 Hate 用恨这个字来形容 他们对于萨德的感觉 朝鲜日报做了这样的评论 你川普一张嘴 就动摇了这个韩美的关系 东亚日报说 其实我告诉大家 恐怕这个东北亚的最大的风险因子 不是金小胖 而是这个川普本人 南韩必须要重新思考 这个两国的联盟新策略 这个中央日报说呢 川普政府传达了混乱 跟矛盾的讯息 导致局势的问乱 川普才是最大的乱源 是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这个韩国的媒体 还有这个人民 都火气这么大 其实是其来有志的 因为在美韩共同条约里面 其实当初就写得非常清楚 在萨德系统要布置的时候 这个南韩是负责出 土地跟基础的设施 而美国的部分呢 就是来布置个萨德的建立 还有运作 还有它后续的一些维护费 不过现在呢 居然美国要开口说 不好意思 我当初讲的不算数 我要来跟你收钱 不过这个清华台的部分 有跟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 这个来确认说 其实这个钱 应该是要由美方来支付的 没有错 不过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麦马斯特 他就说了 其实我们会重新来协商一下 因为我们绝对不可能会做出来 抵触美国总统决定的事情 不过在这个南韩非常紧张的时候呢 这个日本的自卫队居然它的出云号 就到了这个防总半岛的海域 替卡尔文森号来补给燃料 好像来展现这个美日同盟的决心 大家正在讨论说 我这个保护费该不该交的时候 日本就说应该交应该交 你看我一年要负责这个美军费用 7600亿日元 所以整个东北亚情势 现在看起来有点混乱 永平 这是严肃的问题 可是我怎么觉得有点搞笑 哪有这种道理 就是东西送到家门口 已经装好了才跟你要钱 我们看到这个 如果是一般的店家的话 早就被踢翻 早就被告上法院了 难怪这个南韩的民众这么活 你不是讲不要钱的吗 川普总统他自诩为 他是谈判高手 他之前就认为说 我呢就是要变来变去 就是谈判最好的部分 可是你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 你变来变去 大家受不了啊 对不对 跟你讲好的事情呢 你左翻右翻 你左翻右翻以后 现在南韩他们也在选总统啊 他们气起来呢 民众气起来呢 那就说好了 你现在反正呢 你又这样讲来讲去 你自己说你要跟金小胖坐起来谈 那我们自己去跟这个北韩谈吗 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能理解世界情势的变化 大家看到南韩整个防卫 是全部依赖美国 依赖到呢 连美国都自愿的把最先进的武器部署在他那里 然后要协助防止他 现在还纷争这么多 弄得非常的紧张 弄得现在最恐怖的就是首尔 一旦北韩跟美国或者任何地方开战呢 首尔可能在第一个礼拜就是死几十万人 到第二礼拜是上百万人记的 这种状态 这是一个现在面对在全世界人的面前 大家都觉得最不能够接受的情况 那台湾完全还没有被卷入这事情 我们要很高兴 很感恩 很庆幸 我们不能把自己往冲突里面送啊 这是现在韩国所发生的事情 给我们在台湾的民众最大的一个警讯 好 这个严秘书长你怎么看 我们看到对于这个美军强行要在这个南韩部署 萨德之前这个大陆感到非常的愤怒 因为确实遭到了威胁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情况有点转过来 南韩有点两面不是人 我基于为了萨德 我得罪了大陆 我蒙受这么大的损失 现在呢 你美国要我付钱 这个状况呢 确实是有点搞笑 我不知道这个大陆的角度怎么看 你们怎么理解 是的 我们一直反对萨德入韩 因为萨德入韩呢 它事实上打破了一种军事的平衡 这是对中国大陆来讲 这是非常不能接受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 也可以给台湾一个警示吧 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 台湾向美国购买武器 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两个特点 第一 就是武器过时 第二 价格齐高 这个刚才帅先生都已经有做了分析了 说难听一点 我觉得买这些武器呢 就是肥了美国的那些军火商 台湾有点像做冤大头 韩国跟美国是有协防条约的 就好像夫妻婚姻关系一样 他有义务有责任要去防 我们比小山都不如 我没有名分的 我觉得不客气地讲 就是说从纯军事角度来讲 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特别是台湾的战略众生 东西战略众生非常有限 一旦真的是有战争的话 我觉得呢 购买再多的武器 可能都是无际仪式 是 秘书长 对不起 不想请教您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了 这个美国官员特别表示 现在萨德系统呢 它已经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了 当然直接威胁到的是这个大陆 我不知道大陆方面 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或者是反制 现在看起来是不可逆了 对 看样子的这个萨德入韩呢 是相对的比较确定的事情了 那么中国大陆肯定是要做一些仿制的 包括对两国关系 跟韩国之间的一些关系上面 包括有些经济方面的 中国大陆是一定要采取一些仿制措施 那具体采取到什么程度呢 我觉得还要看事态的发展 是 这个帅将军 这个日本也很有意思 日本这个时候付钱付得很干脆 要展现这个美日同盟的决心 日本其实经济不算太好 日本跟韩国的两个的基调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韩国现在赚钱赚最多的是在中国大陆东北 日本赚美国的钱比韩国要赚得多 第二个 日本已挑明地跟中国大陆对的干 而且大陆这个反日的情绪也很高涨 他必须要拉美国 拉美国所以近期一些手段去挑拨 而且要煽火 你美军要军演 我把初云昊也拉出去凑个热闹 其实初云昊在这个军演里面 没有什么角色 这个直升机在这个大型的海战上 没什么角色 第二个 这个萨德他表示欢迎 出现这个南韩 南韩心里想南韩不是傻瓜 你萨德可能会拦截掉一部分的飞弹 但是呢 金小胖多聪明呢 你不让我射飞弹对不对 我拿那个长城大炮在那边表演了一下 那个长城大炮一样可以干掉首尔 但是呢 你萨德飞弹不能拦炮弹 因为飞弹是一个个体 在雷达上锁定了 很容易把它拦下来 炮弹是跟蝗虫一样 一出来几千发几万发 你怎么拦啊 所以韩国的老兵不是傻瓜 我要付十亿美金 我也守不住首尔 我惹得北韩万一跟我冲突 我死伤的是南韩的老不幸 所以这个给台湾老不幸 要有一个启示 韩国跟美国是有协防条约的 就好像夫妻婚姻关系一样的 他有义务 有责任要去防 我们比小三都不如 没有名分的 你要花钱去买武器 买了武器还不见得 挡得住这个敌人的威胁 所以这个东西啊 本来没我们的事 自己要去凑任了 你看 我要加入 我要买先进武器 我要参加美日 围堵中共的这个行动 这是自己找麻烦的 如果说一样句 你想小三 我觉得还是客气 这个汉庭 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李奥大师 我觉得有一段评论 很毒辣 但是也很到位 他说这像什么呢 像是你帮人家看门 还要自己买骨头 那么我们台湾呢 要走跟日本一样的路吗 所以台湾跟韩国 其实都是很类似的 尤其大家不要忘记 韩国这一次部署萨德 是在美国事先没有通知 韩国的状态之下 强行部署 部署了当天 南韩的所有总统候选人 都高调出来反对 民众一致抗议 所以这是完全忽视 韩国人民的意愿 美军说干就干 好 而且第二个最可怕的就是 我说干就干 而且还要你强迫买单 强迫消费的黑店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为什么美国敢这么干呢 因为它是美国 所以没有人敢这么干 只有美国敢这么干 我们以此来借鉴到未来的台湾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真的要仰仗美国 对我们做这种事情吗 在过去来 我们以为美国是一个信用很好的人 但其实长期来都不是 韩国这一次是个例子 而过去北朝鲜也是一样 美国曾经多次跟朝鲜 有过签订协议 1994年的时候就说 好啦 这个朝鲜 你不要再发展核武啦 美国一定会停你的啊 结果北朝鲜就把核武 发展给停了 停了之后美国就翻脸不认人啦 又说 北朝鲜你很可恶 我要停止对你的经济援助 国际间只有利益 没有道义 这个如果你站在美国的立场 来看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就会跟今天川普采取一样 我为什么要帮你 停了之后美国就翻脸不认人啦 又说 北朝鲜你很可恶 我要停止对你的经济援助 在2006年的时候 所以朝鲜又发展核武 美国一样又说 你不要发展核武啦 我们来签订个协议啊 中国大陆搞一个六方会谈 美国就说 好啦 OK啦 你只要这个都没有 我们一定给你经济援助 所以呢 美国也派了军队来 派了专家来 派了很多的这些学者啊 媒体都到北韩 去看他整个设施 果然呢 所有的设备都暂停了 结果2008年 美国换了一个总统 翻脸不认人 又说朝鲜签订这些合约 通通都无效 所以朝鲜大家就觉得 你美国莫名其妙 骗我好多次啊 那对台湾来说也是一样啊 过去我们觉得 美国很照顾中华民国 那中国大陆一崛起之后 美国就跑去跟中共建交啦 那对于绿营人士认为 他们觉得你看 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 好棒棒的对台湾很好啊 结果马上就跟习大大通电话 又成人一个中国 但是不是正是因为 我们看到美国这一际落 黄上下我想请教你 现在有很多评论 最后还是赌 认为川普呢 还是不会要南韩付钱 因为不想影响到 他们的这个总统大选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要来这一招 这一招是哪一招 国际间只有利益 没有道义 这个如果你站在 美国的立场来看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就会跟 今天川普采取一样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你以为我是国际警察 二次大战的时候 英国跟美国是同圈同圆的 美国什么时候出手帮英国 日本打了这个夏威夷 有珍珠港之后啊 台湾算什么 你跟他有什么同归同意 他为什么要帮你 你又给他 而且他为什么要帮你